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一 傅子庙天击城一名惊人 全明星入围赛第三场对决中 傅子庙与一水雪山狭路相逢 他们上了极为罕见的天击城门牌 在最后一回合当中 傅子庙天击城铜山铁壁配合五支地厅 瞬间推掉了一水雪山 取得了比赛的胜利 据了解 为了能晋级全明星的线下八强 傅子庙将对于天击城门牌的使用 从12月服战推迟到了这一次的入围赛 二 新出极品封印男衣 新出一件非常极品的封印男衣服 出防297点 挺领双家了66点 并且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件衣服居然还是专用的 三 新出143法房手镯 新出一个140级的三法房手镯 主属性封印 下牌法房89点 适合所有封系门派和地夫使用 四 老王连出两把无级别 老王一月一次的无级别之夜活动 在昨晚如约而至 这一次老王的手气非常旺 在活动开始后不久就炸出了一把120无级别弓箭 只可惜属性比较一百 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在接下来的鉴定当中 老王又一次狗托付 直接炸出了一把150的无级别长杖 成功帮助老板圆猛 拿下年终奖 老王大小 天罗 大脑 大脑